翻譯男子的雙腳朝天 一屁股摔在地板上 他還揮揮手好像是在說拜拜 結果車子真的開走了 但他喝到不省人事根本站不起來 一旁路人看到這一幕赶快衝了出來 怕男子躺在路中央 被來往的車輛撞到 警方到場後男子還在忙 搞不清楚狀況 員警將他扛了起來 車輛已經開始過來了 非常危險 然後還好有熱心的民眾去看到他 馬上把他扶持到路邊去 這起事件發生在屏東方寮台線上 二十五號晚上七點多 五十九歲的許先生喝酒之後 被朋友丟包在馬路上 警方調監視器追駕駛 道案說明 警方表示駕駛沒有把朋友送到安全地方 是否涉及刑法遺棄罪還要調查釐清 不過當事人醉倒馬路上的畫面也因為太誇張 事後也被網友配樂調侃 雖然看了好笑 不過危險行為跟畫面還是要拜託大家 喝酒要酌量否則鬧笑話事小 發生危險那就不堪設想了 華視新聞 周夢幻 蔡中信 蔡孟俊 屏東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